Action 吃棒棒的湯 我們現在來幹嘛 我們現在來看比賽 跟你講 今天我要帶你來 算是百K見習 我們現在人在上次我們挑戰全運會路線的 白鯊灣遊客中心 為什麼來這呢 因為今天是全運會 個人公路計時賽的 比賽時間 然後明天 就會是個人公路賽 那連續兩天的賽程 帶你來看一下 台灣頂尖選手 怎麼騎這條路線 不是只有兩隻腳在那邊踩嗎 希望今天這個見習對你到時候 百K挑戰會有點幫助 我是連那個聖人瀑布都騎不上去 我覺得沒問題 我們等一下先來去看一下 選手準備的畫面吧 他們預計好像是8點 9點出發 所以 現在他們就是在一些 簡錄報導檢查器材 我們來去看一下 好 GO 我們現在在騎點旁邊 這邊就是驗車的位置 那在計時車上的規定 他有一些 像是手把高度落差 還有五通上來的 一些設定調整 那如果超過規定 是沒罵下場比賽 所以他們在出發前 都來這邊驗車 驗車的設定通過之後 再來就是秤重 低於6.8公斤 一樣不能上場 所以 他們驗車完畢 才可以出發 我們現在人在騎點 騎點的位置啊 他是一分鐘放一個人 然後 每次都是下坡下來 然後就出發 那我記得總理程是30多公斤 他們預計可能騎四五十分鐘吧 不太確定 然後就是這樣下坡下來 然後 每台車都有一個裁判跟著他出發 所以其實蠻刺激的 出發了 所以可以看到每個人出發 旁邊就會跟著一個裁判 因為裁判要跟著他 看有沒有一些違規的事情 現在就是分替式出發 1207 第一位選手1028 蘇宇宏 來自清潔市 現在出發的是 184 鄭曹妍 來自高雄市 現在出發的是 1204 吳志浩 現在出發的是 1008 吳志浩 來自台北市 現在出發的是 101 馮俊凱 來自台中市 抵達重點 1028 抵達重點 蘇宇宏 204 吳志浩 吳志浩 1204 杜志浩 杜志浩 抵達重點 新材選手將抵達重點 給了志浩 聲鼓勵 最後在自由車個人技職公路賽的部分 男子組由杜志浩以成績39分22 均速51 拿下冠軍 女子組的部分 黃庭英以成績36分10秒 均速44 拿下女子組的冠軍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二天的自由車個人公路賽的決賽吧 按下 出發 好 出發 OK 我們今天來到了全運會賽事的第一天 現在是公路車賽 但是因為今天沒辦法全程跟 因為路線比較尷尬的關係 我們現在在第一個定點補給的地方 然後可以看到其實已經超級多對車 都已經在旁邊蓄勢待發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拍一下 就是選手在經過定點補給的時候 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拿水啊 拿果膠 我們就期待選手來吧 今天竟然開始下雨了 天氣有點不是很好 但希望他們都可以安全順利的 通過第一個補給點 喔 車子來了 車子來了 選手來了 車子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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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三四個人耶 車子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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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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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集團只有五六個人而已 車子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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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 要嗎 不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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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 張張張 加油 加油 欸 根本補不到喔 我兩隻還好好的在這 太多人了 我們回到下一個站 繼續幫選手加油 那我只好補給女生了 補給女生 好 試 小雨 加油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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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 車子iving 中文字幕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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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也會因為賽事的熱度逐漸變少 在這場比賽其實是台灣最頂尖的運動員競技 但現場看到的觀眾其實蠻少的 所以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他們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持續地關注賽事 關注選手或是自己投入到這個運動當中 對於整個大環境我想都是好的 好啦!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如果你有什麼想說的話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尼佳梁的左翼 我們下一期見 掰掰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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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